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做《流浪汉堡》 故事一开始,记者大头又起晚了,他匆忙收拾好了自己的记者证 赶到了一个目的协会的召开仪式,可最终还是迟到了 投行嘲笑大头,这次的独家又是自己的了,大头就等着被开除吧 这时协会的发言人,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上台讲话 大头在台下对发言人提出了很多问题,不过都被这位漂亮的女士打太极糊弄过去了 所有没注意的事,就在发布会的不远处,一个流浪汉正在窥视着这里 随后大头回到了公司,但上次用大头每次都迟到的原因将他炒了鱿鱼 回家之后,大头郁闷的上了个厕所 然而此时,流浪汉突然出现在了大头的洗手间 流浪汉说自己就是之前新闻中通缉的杀人犯 不过自己并不是真凶,希望大头写篇文章帮自己澄清 大头想要弄清楚真凶是谁,流浪汉却说自己说出来大头一定不相信 总之最近接连有人遇害和墓地协会有很大的联系 他让大头去协会中那一块墓地里从早一直待到晚上 这样就可以亲眼看到凶手了 第二天大头听从流浪汉的话去了那块墓地 和中途却偶遇了那天协会上的发言人美女 美女主动约大头一起共进午餐 在交谈过后美女仿佛对大头有那么一点意思 就这样两人滚到了床上 大头偷偷打开了录音机想趁机套话 结果很快就被美女发现了词句 美女很生气的穿上了一副毁掉了磁带 大头淡定的坦言自己和美女上床 不过是为了套话而已 当晚大头和流浪汉再次见面 此时的流浪汉已经是重伤将死 大头声称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凶手 流浪汉则斥责大头在墓地待的时间不够长 说完就厌气嗝屁了 第二天大头决心一定要找出真凶 这样自己就能靠这个独家翻身了 大头再次来到了那块墓地 在这里从早做到晚 终于他看见了墓地的不同寻常 他挖开了坟墓 但没想到坟墓中有一道暗门 大头摔了下去 这里是一个地道 紧接着地道里传来了很多人的脚步声 为了不被人发现 大头藏到了旁边的一个棺材里 却发现棺材里的尸体惨败不堪 这可吓坏了大头 等大头从棺材里震脱出来的时候 发现棺材已经被抬到了餐桌上 四周的墙壁上挂着许多的肖像 整个氛围看起来庄严用肃木 随着主位上奶师的声音响起 一群人走进了餐厅 大头质问奶师他们是什么人 奶师表示自己的身份很难说 但是自己酷爱吃肉 为了省下买肉钱 自己开了一家专收尸体的墓地 每当晚上就挖出棺材饱餐一顿 听到这里大头也明白了 墓地协会里的人都是食尸鬼 奶师微微一笑 把自己人类的皮囊揭了下来 露出了他凶残的面容 大头害怕的跳下餐桌 想要跑出去 但是被食尸鬼阻拦了下来 他们把大头按倒在餐桌上准备品尝 此时一扇大门打开了 走进来的正式鞋会上的发言美女 大头本以为美女会念在 他们的一夜情分上饶自己一命 可最终美女也接下来 自己的人皮面具 露出了恐怖中年的面容 随后便张着血粉大口 把大头给吞掉了 这是一部略有重口味的恐怖电影 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新闻工作人员 也真的是美